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6P花瓶触模不灵的一个维修案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器 屏幕上半部分一直闪烁花瓶 然后点击这个触摸屏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触屏失灵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主板拆出来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拆机的过程 特别是对一些新手学员来讲 我们先把这个电池先拆下来 先把这个电池连接接口先取下来 然后一次把主板上的这些螺丝固定螺丝全部取下来 苹果的机器呢 它这个螺丝比较多 所以拆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这个每一颗螺丝呢 它安装的一个位置 不要把它搞混了 如果你拆熟练了之后呢 就无所谓了 所以螺丝就可以随便放 如果你没有拆熟练 或者你第一次拆的时候呢 需要把每一颗螺丝呢 具体的位置一定要把它记清楚 免得到时候装的时候呢 不好装或者容易装错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屏呢 取下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主板上面剩余的螺丝呢 全部取下来 所有过程我们是视频里面呢 没有删减 就是完整的一个拆除板的过程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拆板的过程 所以螺丝取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主板从这个机壳上面拆卸下来 把这个外配放到一边 这台机器的故障是触屏失灵 然后呢 花瓶 这种故障6P呢 有个通病 就是触摸IC下面有个点呢 出问题之后会引起这种现象 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我们先把这个出卖AC先拆卸下来 这里我们用的是快克861DW这款风枪 然后风速呢开到120塔 温度的话大概开到330度左右 然后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呢把它拆卸下来 OK 拆下来之后我们在焊盘上放点焊油 然后把这个焊盘上多余的锡呢 全部把它脱干净 这个IC是没有分焦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锡脱掉就可以了 一边用分箱辅助加热 然后一边用分箱辅助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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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的时候如果烙铁不是很好拆的话 我们可以一边用分箱辅助加热 然后一边用烙铁拆 这样的话 拆这个焊盘的话就比较方便 焊盘上面的锡就比较容易拖平 把焊盘下面这个锡拖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主板呢放到显微镜下面 把这颗芯片下面的M1脚刮出来 重新飞一下线 这是属于6P的一个通病 就是M1脚这一块呢 是容易引起花瓶或者是出屏失灵 所以M1脚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点刮出来之后 重新飞一下线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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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是我们在显微镜下面进行操作的一个画面 因为苹果的这个芯片下面 IC呢 引脚 就是比较小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放在显微镜下面进行飞线的 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一点 清晰一点 当然如果你视力很好的话 也不需要在显微镜下面分线 然后直接看到这个焊盘呢 直接飞就可以了 如果视力不是很好 看不清楚的话 就放到显微镜下面进行飞线 我们一根气泡线呢 焊一根这个气泡线放在上面 把这条线隐藏一点 引到下面M1这个焊点这里 可以 原先的点呢 它还在 然后也不用把它抠掉 直接在原原有的这个点上面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根线焊好之后呢 在这个线的 末端 然后拖点绿 做一下缺远 这个绿油呢 不要拖到这个焊点上面了 拖到焊点上面的话 把焊点绝缘了就不好 绿油拖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主板放到紫光灯下面 把这个绿油呢 进行固化 固化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出门IC呢 焊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更换 直接把原来的这个IC焊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把多一的这个绿油呢 稍微清理一下 我把这个их开了 我们把原来的这块IC呢 重新支一下西 我把原来的这个IC呢 现在重新支下西 我把原来的这个IC的绿油 稍微清理一下 植锡的方法和其他芯片植锡的方法是一样的 没什么特别的 所以在这边呢 就不详细的介绍了 好 我们这个芯片呢就只好熄了 然后给大家顺便顺便复位一下 上面有一颗多余的细植 用烙铁把它脱掉就可以了 然后加点焊油 重新复位一下 OK 我们把只好锡的这个芯片呢 焊回去 下一个分枪在主板上先预热一下主板 再加点焊油 让焊油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焊盘上面 把原来的这个出卖IC呢 再焊油均匀回去 当然放这个IC的时候注意这个IC的方向 这个IC的点的位置 不要放反了 放好之后我们在这颗IC上面 正上方因为分枪均匀的加热 焊接的温度也是320-330度左右 分的话可以开小一点 不用开那么大 大概开到六七十档分就差不多了 再补电焊油 观察这个芯片 轻微的往下移沉 或者我们用镊子呢 轻轻的拨一下 看它有没有动 用镊子拨一下 冻了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就证明我们已经 焊好了 当然拨的时候幅度不能太大 幅度太大的话就容易短路 轻轻的拨一下 看一下 我们这个芯片下面的这个点 有没有融化 融息 焊好之后我们让这个主板稍微冷却 等主板冷一点之后呢 我们再装可视机 把周边多余的这个焊油呢 稍微清理一下 稍微刷一下 刷干净一点 好 主板呢 已经比较冷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主板 装到壳里面 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故障也没有排除 好 我们把屏呢 先装回去 先不要急于扣电池 把屏这些东西装好之后 再扣电池 然后把电池做扣好 开机 这时候我们观察屏幕上方的已经没有闪烁了 其实这台机器是个八九已经修好了 好 我们把电池做扣好 好 我们试一下触摸 好 我们试一下触摸 完全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 屏幕也不闪烁了 说明故障已经排除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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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